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那些所谓的绝密武功,高超技艺,蜻蜓点水于水上,奔腾游走于树间,似乎也成为了电视剧中的场景。 更有甚者,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那是只有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事情。 那么,这大内高手真的仅存在于电视剧中吗? 其实不然,历史过于久远无从考证,距离如今最为贴近的当蜀清王朝,世人记住清王朝的腐败,兴盛的同时,也不会忘记一个个武艺高强的大内高手。 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九位满清大内高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强。 第九位,史天祥 史天祥出生在清朝道光年间,他是寒门子弟,自幼习武,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高中武状元,光耀门眉,为自己那位曾经落榜武状元的老父亲扬眉吐气。 没错,河北史家其实是当地的武学世家,史天祥的祖上乃是明朝开国元勋,后来史家逐渐没落,直至史天祥父亲这一代基本上已经沦落为平民。 但是史天祥对于武学确实颇有造诣,气壮力大,浑身上下坚硬如铁。 同志元年八月,史天祥参加了清廷武考会试,史天祥带着老父亲的期盼背景离乡参加了这次武考。 幸运的是,史天祥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此次武殿士一甲第一名,同志皇帝亲自授予其一等侍卫称号。 一等侍卫乃是清代侍卫第一等,武执政三品的职位,负责贴身保护皇帝安全并掌管朝廷素位。 与史天祥同次参加武考的还有一位名叫徐寿春的人,他乃是河北徐家全传人,据说也是九富盛名,然而在武殿士中却错失榜一,得了个第二名,授丰二等侍卫。 然而史天祥的光辉时刻还没持续多久,家中的老父亲就病重,史天祥中校友家,本想任满三年在辞职返乡,为父亲养老送终。 然而三年未满,老父亲就病重离世,史天祥不得不提前辞职返乡,为老父亲守孝。 那个时候亲人离世,子女不在身侧乃是大不孝,因此史天祥立誓再不入室。 同志三年,曾国藩出师南京,亲自来到河北邯郸请史天祥,却被史天祥拒绝,从此隐居乡土。 第八位,韩金甲 其实,韩金甲虽然曾经是武状元,但是关于他的记载却是寥寥无几。 不过有一件事情却让人对他影响颇深。 说起韩金甲不知道该说他倒霉还是幸运。 因为在他应试的前一年,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考场舞弊案件,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戏子竟然在笔试之中获得了一个第七名的好成绩。 此等荒唐之事让当时的咸丰帝勃然大怒,上到一品高官下到无名小利,参与当时舞弊事件的人全都被实施了死刑。 所以,韩金甲参与考试的时候,可以说是清朝最严格的一次科举。 要是说之前的考试有可能作假的话,但是韩金甲的这场考试却是可以拍着胸脯保证真实公平公正的。 虽然考试很严格,但是韩金甲自身实力过硬,在考试之时表现非常出彩,尤其是其射净连续16次射中靶心,看得所有人拍手较好,他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当时的舞状元。 第七位吴德鑫 吴德鑫 何则是东鸣县人 根据记载所说,他长得非常高大魁梧,性格也非常符合练舞之人的豪爽不拘小节,并且他还有一种狭义之气,仅仅看他的外表就能够看出这个人必定不平凡。 后来,在青道光年间参加的武士上,他果然武艺超群,尤其是在骑射这方面更是出彩。 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欣赏,将他定位了武状元,封为了一等侍卫。 不过要是因此,就认为他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那你就错了。 他不但武功高强,韬略也是不俗,在位期间每天都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松懈。 后来还参加了围剿太平军,在此期间立下了大功被计为了副将。 但令人惋惜的是,1850年的时候,他带领手下镇压苗民起义, 竟然一个人冲向了起义军,结果一时不慎落入了江中英勇牺牲。 第六位多拉尔海兰茶 多拉尔海兰茶满洲相簧其人,比起前三位海兰茶可要有名得多,是乾隆时期有名的将领。 说起来海兰茶的人生经历可以说非常传奇,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士兵,但是他打仗十分勇猛,几乎每次战役都能立功。 尤其是在征讨准嘎尔布战役的时候,甚至活捉了他们的首领立下了一个大功。 所以在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海兰茶因为战功卓越被封为了一等侍卫。 十二年后,清勉战争爆发,海兰茶作为先锋率领几十名清旗骑袭敌军,仅一战就杀敌百余人,战功赫赫。 甚至于第二次出征清勉战争时,敌军得知海兰茶挂帅,都只敢挂出勉战牌,避而不战。 清勉战争结束后,海兰茶居功至尾,乾隆帝钦封其为湘兰其蒙古副都统。 自此之后,海兰茶一路东征西陶,为大清建功立业。 十年间,海兰茶自云南赴四川参加大小金川之役。 历时五年,宫雕夺夺卡,旅客要爱债铺,参与大小战役六十余场,因供先后生政红旗蒙古都统,参赞大臣,领事卫内大臣,一路高升。 乾隆四十六年,海兰茶已年过六甲,垂垂老矣,然而确实老计福利, 两次带兵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之后再次辗转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 四年后又赴西藏参加库尔喀之役。 多次战役后,海兰茶一年老体衰,旧伤复发,不得不退出一线,指挥军队岳崇山,立奸险,多次克节,回朝后进一等超用功。 乾隆五十八年,海兰茶于京中病逝,乾隆欲准海兰茶加恩入四朝中辞,为列子光阁功臣。 第五位,王府城 王府城是个典型的兵痞子,本姓李,浩马耀子,山西人,早先因为喜欢赌博,输光积蓄,家道中落,于是参加了农民军。 但是在参加农民军不久后,他就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一晚上就输掉了六百两银子。 这是被他的姐夫知道后,非常生气,于是恼怒之下拿起弓箭准备将他杀死。 但是他姐夫不知道是心软还是如何,这第一剑竟然没有射中。 王府城一看,既然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于是竟将他的姐夫反杀了。 后来他又投靠了大同镇总兵官江湘的旗下,江湘狠心他的实力,于是将他推荐给大同部将王晋朝。 从此王府城正式改李姓为王姓,当了王晋朝的义子。 后来王府城跟随江湘启丁反清,兵败投降到英亲王阿几格手下,才免了死刑。 但还是被打入奴隶之列,但在这段经历中王府城不知经历过什么,实力精进许多。 多尔滚死后,一次顺制地观看奴隶搏斗时,一眼相中实力强硬的王府城,并将其罩至殿前,受其一等侍卫。 经过红城仇宝举,再次升官担任总兵官。 后来,跟随吴三贵攻入缅甸,秦获南明永利帝朱油郎,鞠躬至尾。 康熙即位后,王府城再次调任陕西提督,镇守平梁。 王府城在此期间辗转于多方势力之间,虽然最终仍得到康熙帝的重用,但王府城始终畏罪在心,引毒酒自杀而死。 第四位,丁殿祥。 丁殿祥是典型的年轻有为行人才,他的先祖丁德兴也是明朝时候的武状元,受封济国公,也是个功勋卓著的大人物。 也许是家风如此,丁殿祥从小就开始习武,为了节省出更多的时间来练武,他甚至穿着衣服睡在木凳上。 在刻苦努力下他的武艺越发高强,历史记载中他甚至能够飞檐走壁,在双眼近视的情况下射箭还能够百发百中。 而且丁殿祥不仅武功好,兵书谋略也是不凡,熟读并精通各种兵法战术。 所以后来在清朝嘉庆十九年的时候,成为武状元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他除了武艺高强之外,品行也是让人交口称赞,他为人刚正不阿,两袖清风,做官的时候从未收受贿赂,每次见到有人送礼他都会义正言辞地让人拿回去。 另外,丁殿祥因常年练功,睡觉从不上床,亦不解衣,而是睡在坚硬狭窄的木凳上,或蜷缩于团螺之中。 但丁殿祥一生却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记载下来,在四十三岁时并故于广西。 第三位,张三甲 张三甲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崇尚武术的家族中。 虽然家中并不富有,但是对于武术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不过天底下学习武功的人那么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人头地,但是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张三甲却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天赋。 张三甲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练习武艺,后来更是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尤其是一把大刀捂得虎虎声威,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身形魁梧,像一个镖形大汉一样。 他的父亲见此不忍心自己儿子的天赋被埋没,于是将他送到了武林高手杨国昌那里学习,有了高手指点再加上张三甲的刻苦练习,他的武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可惜好景不长,他的师父不久就去世了,之后他又拜了大内高手杜回春为师,终于学了一身好武艺。 在清光旭二十四年电视之后,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名武状元,后来他凭借出色的实力被推荐到了慈禧太后面前。 慈禧让张三甲在他面前表演一段他的功夫。 于是张三甲扛起一把几十斤重的泼锋大刀就耍了起来,张三甲耍得虎虎生风,腾挪于园中各个角落, 倾着如此重的大刀却依然能够在梁前楼阁之上大展拳脚,如昆蓬展翅一般。 这一次展示可把慈禧太后逗乐了,光绪见慈禧如此开心,自然也是龙颜大悦,当场钦点齐为一等侍卫, 随时于慈禧前后,无论初寝入房,都不可离开半步。 从此张三甲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掌船高。 皇帝甚至亲自披红带花并恩准张三甲在京师夸观三日,可见张三甲地位的之高了。 但是这个冉冉升起的新兴,却在不久之后因为突发疾病而去世了,实在是令人惋惜不已。 第二位,龚宝田 龚宝田应该算是被传得最神乎其神的一位大内高手了。 早年,龚宝田师从尹福,而这尹福乃是清末十大武林高手董海川的得意门生, 有了这两位大能在背后指导,龚宝田的武艺日益精进。 23岁的时候,龚宝田四处挑战武林高手,并一一将他们击败,在江湖中闯出了不小的名气, 因为他的轻功极好,身法精妙,就像猴子一样灵活,还得了个公猴子的称号。 正是因为这身精妙的武功他被魄力招入了宫中,成为了光绪帝和慈禧的贴身保镖, 因为护驾有功还曾得到过皇帝亲自赏赐的黄马卦。 但是龚宝田并没有被眼前的富贵迷了眼,而是在看透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后,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了。 后来,大名鼎鼎的凤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听说他的本事后想聘用他当自己的保镖, 但是见到人后却发现龚宝田长得十分矮小,怎么看也不像是以为武功高强的人。 龚宝田见他面有犹豫之色,于是让张作霖在二十步外对他开枪。 张作霖本来不以为然,心想这小子,想找死我也不拦着。 谁知三枪过后龚宝田竟毫发未损,于是他就成为了张作霖的贴身保镖。 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他就心灰意冷地再次返乡了, 并在家乡创立了数十间全社,致力于八卦权的传播, 直到1943年6月27日因病去世。 第一位,李瑞东 李瑞东是清末顶级高手之一,虽然是大内侍卫, 但与武林高手比起来也是不遑多让,曾经被霍原甲挑战过, 都可以完全占据上风。 李瑞东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他的家中是经营药材生意的。 在山西小友门面,然而李瑞东却并不满足于整日与药草为伴。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与武学大师王兰廷相遇, 这位王兰廷大师精通太极拳和八卦拳, 被李瑞东的诚恳学艺之心所打动,他收了李瑞东为徒。 李瑞东在王兰廷门下苦学太极和八卦拳, 有了些许造诣,后来与少林寺掌门武僧龙禅法师切磋, 机缘巧合之下,二人结为好友, 龙禅法师将独门绝学少林拳法传授给了李瑞东。 随着李瑞东武艺日益经济, 在王兰廷的介绍下,李瑞东结识了不少武林高手, 并向他们讨教武学,就比如心意陆和拳的岳青山, 就与李瑞东切磋过武学。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端王仔衣别出心裁, 介绍好友李瑞东进攻败寿。 宴席间,李瑞东表演了一番精彩的武术, 深得皇亲贵族的称道,慈禧则想将其留在宫中, 担任二等侍卫。 在此期间,李瑞东再次遭遇甘旦然, 甘旦然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蝉派太极高人, 跟李瑞东畅聊几句后,便相约切磋了一番, 不出意外的,李瑞东三招之内就落败了。 这是李瑞东一生中的第二场败季, 第一场则是败在了王岚亭手中。 但是李瑞东很擅长抓住机会, 他很快便败甘旦然为师学艺。 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 他的武功剑去化镜。 据说,霍元甲听说李瑞东的江湖名声之后, 不远万里俩找他切磋武艺, 然而霍元甲的弥宗拳几次进攻都被李瑞东轻松化解了。 而且李瑞东马步稳扎稳打, 霍元甲几次袭齐下盘竟不能撼动半分。 切磋结束后, 霍元甲对李瑞东也是心服口服, 自称学艺不精, 与李瑞东畅谈了一番武学之后, 便起身离去了。 好了,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代九位大内高手, 您还听说过哪些功夫高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